那就是他要输入什么一个 key 一个 value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什么 create a DIC DIGITALI 第一个字典 然后分别输入什么 A 然后 Apple 然后 B 的话 banana 等等的一直往下输入 这个可能要输入很久 我大概说明一下程式部分 所以create 之后他就分别把 key value 放进去 特别注意我们前面好像有讲过有关那个字典部分 如果你要把比如说哪一个 key 放在哪一个 value 比如说 Apple 这个 A 放一个 Apple 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假设我们输入一个什么 输入这边输入一个 A 它是 key 那你要放一个 Apple 的话 那你就是直接把 key 放在 DICT 这个里面 这个是放里面 所以 DICT 中瓜湖里面的 A 它的 value 是 Apple 最后它会出现的就是一个大瓜湖 key 的话一定会放前面 A 然后对应的话就是一个冒号 然后对应到的就是后面就是 Apple 就把这个 Apple 放到后面 key value 第二个的话 B 就放后面 逗点 然后一样的东西 第三个第四个意思可以推 那不过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冗长 所以要一个 key 太花时间了 所以我大概讲一下程式 首先第一个呢 它要先创一个 DICT create 一个 DICT 所以我们要产生 Dictionary 这个形态 特别是说跟 list 还有跟 set 不太一样 你跟它搞清楚 到底哪一个形态怎么用 如果你要产生一个试点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 DICT 等于大瓜湖 然后坏有 E 冒号就是你就不断输入吧 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输入 假设我让它 run 一下 它会出现什么 create 这边 A 然后我就输入什么呢 输入 Apple 然后就它会出现那个 Apple OK 然后 B 刚才用复制的好了 这个一个一个把它输入进去 那你会发现 它就会一个一个放到这个里面来 不过 最后的话 然后 不过它这个 最后我们把它加一个 end 所以 end 就停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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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B 这个 第二个 create 那个 这个什么呢 第二个 一样打一个 c 然后我加一个 cat 过程 它一样把它放进去 最后一样 end 我们不用出路那么多 最后的话它需要做什么呢 它希望说我把这个 DICD1 跟DICD2 把它串在一起 就是说两个本来分开来 对不对 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并且做排序 排序的话可能要按照 按照 key 做排序 Enter 然后 end 把它这个结果给它了 然后它应该 break 掉才对 end break OK 但它没有 print 出来 这题目好像没有要你真的把它 print 出来 所以最后的话 我们就把最后再加一个 print list 那你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 它就会把这些清单列出来 最后的话还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那个合并 所以特别注意 怎么把它合并呢 第一个 请特别注意就是把 DICD1.copy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update 用这个字典本身update 把第二个update进来 这样两个就合并在一起 所以先copy copy的话记得是加在DICD1的后面 然后update的话是把DICD2update 这样两个最后就会合并到DICD3里面 ok 那再来的话如果你要排序的话 特别注意 你一样我们前面有讲过用sourced 把那个DICD3放进来 ok 最后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把它print 出来 这一题主要就是要把两个字典合并在一起 并且做输出 这边题目里面好像没有讲到说 要把最后的结果给print出来 这个部分就是说把DICD1跟2合并之后update变成3 就两个合并在一起 然后排序之后把这个排序的顺序放在第四个 第四个的话基本上就是按照顺序排的 ok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那个什么呢 第四的应该按照顺序排 所以它基本上是ABCD的顺序排列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按照这个里面的第几个 它会抓的就是key 它哪一个key 比如说A的value 比如说它就抓A的value 假设我这边输入 假设我这边输入的顺序 其实可以不用按照顺序 基本上的话我可以怎么 比如说我今天先从1开始 假设我颠倒过来 一个key 然后会有个value value的话就里面的这个 这个资料 然后再来就是 假设输入两个就好 也假设我输入c 记得也是不能输入那个重复资料 如果有重复资料的话 它一律 一样的key的话 它会帮我做清除掉 ok 所以你如果再输入一个c 一定会错误 一定会 一定会说 那个会帮我移除掉 那再来的话就是a apple ok 假设我今天a apple 然后假设再输入b 这个输入有点麻烦 然后banana end 当然我这边就abde 然后enter 之后的话呢 它会按照什么 本来我没有按照顺序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我把它收了之后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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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T4 然后呢 DICT4里面的key 刚好就会abce 所以呢 我从那个 DICT4里面找到它的key 这个key指的是a 再把这个a 直接就是这个顺序 去找到什么 找到对应到DICT 3里面的value 里面的3的value就是这个 它就帮我把这个value给带过来 所以你会发现 我排序之后呢 这个指的就是前面的部分 i里面放的呢 就是它的key 就是它的key 所以这个也许你可以把名称改成key好了 可能更容易理解 OK 那就按照顺序帮我做排序 OK 那这里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 DICT4用到的几率相对的 还是有 不过还是没有串略的高 它主要就是不能够有重复资料 所以如果将来呢 你key里面 假如说你又输入一个c 可能其他key不能重复 value可以重复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